我们要去机场了 然后就迅速寻找解决办法 然后改签到了明天 明天就可以到兰卡威拉 第一餐 今天怎么说呢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天 我们是五点半的飞机 然后我们可能三点半 从学校出来 然后四点多到了飞机 然后让同学把我们的行李送到学校 可能来回了遮堂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以为跟国内一样时间很充裕 就是提前半个小时登机就可以 提前半个小时check in就可以 结果 然后我们到那边去问 然后他让我们去那种自助领登机牌 然后自助去给行李贴一个tag 然后我们去了 然后他们的都打印不出来 只有我的 我的行李tag和我的登机牌打印出来 就我的机票只有我的机票打印出来 意思就是说只有我能上飞机 当我们让我们去问那个客服的时候 他说因为这最好的要求是提前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要去办check in 然后没有提前一个小时的话就就不行了 然后就只能换飞机 然后我们做的是亚航 亚航是廉价航空还退不了票 所以估计了 有个人说就是他们想 但是但是我是可以上因为我是有机票 机票我打印出来机票 但是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去呢 而且最最就是他们最早的下一半飞机 是明天下午的 假如说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要打热去酒店 多危险哪 我可不敢 然后所以我就过断风切了我的账票 就跟他们明天一起飞 然后我们是明天下午 我们分三搏走 然后我们是2.50的飞机 可能到兰卡威就是差不多3.54点这样子 就是说还好明天原本安排的行程就没有很满 就是上午就随便走走 下午就是去往水上下木 明天不就是除夕吗 肯定会大家一起吃个年夜饭 对就这样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同学就回到学校 然后住一晚 他爸妈妈来到后面要住的酒店住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宿舍 就是因为收着行李 被弄得乱七八糟 然后我们也不想回去 所以我们也来了这个酒店 这就在我们学校正对面 差不多走路5分钟就到门口了 然后这边租金超便 就是我们一晚上一个人 差不多一百人民币哦 一百人民币这它超大 哎超大 怎么给你们看呢 这个床就啊这个床就超级超级大 就是 就是那种我可以在上面滚 然后它还有电视还有那个那边是个厨房 然后里面什么锅 锅碗瓢盆什么都有 餐具也有 这边还有个冰箱 然后那边是 这边拐进去也是卫生间 然后卫生间里面有洗衣机 没想到吧有洗衣机 真的是谁不爱呢 而且这租金比我们学校 嗯比我们学校还可能差不多 但是这空间真的大呀 今天啊今天呢虽然还没有去成兰卡位 但是呢 那就是说今天晚上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啊 那我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们可能十点多 哎前车之间 我们十点多可能就出发去机场 然后嗯我们东西 我们我们行李是十二点五十才能开 十二点五十才能开始 然后我们就先跟上一波 上一波首先是一点半的 然后他们要早到一点 所以我们十点二十走 走到那边我们吃一个brunch 嗯机场傻要傻傻没有吃的一大堆 就这样子吧 都要去洗澡 然后研究一下asmo 又睡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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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